商鞅通过三次面试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和支持 那么他是怎样在变法前取信于民呢 大家好,我是冰蛋 公元先356年 秦孝公正式任命商鞅为左庶长 在秦国实行变法 对于商鞅来说 新官上任 要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是关乎变法成败的重要因素 得让老百姓知道 我这左庶长 言必行,行必果 一口唾沫,嘟,一个钉 商鞅在都城南门口 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哎,来来来来,北望的 吾了,想起你们注意的啊 CLS把这木头能扛到北门 上进十辆 哦,没有一会儿 这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但是都是看热闹的 这烂木头圆圆清净的 谁都能扛动呀 那又得了十锦呀 这帕子做出账 吃包蹭的,事都在你 嗯,大家伙 你看我,我看你 就是没人敢上去动那木头 商鞅等了半天没人上来 于是将赏金提到了五十辆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呀 没会儿一会儿 来了一个小伙子 来,借借借,将来,将来 你的网上当个路 嗯,只见这小伙子 扛起木头 一口气走到了北门 商鞅当场赏金五十粮 一分都没少啊 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秦国 老百姓逢人必说 左庶长这个人 说道做道 一点都不含糊 宁敌太太 经过这事后 商鞅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 发布了费景田,仲龙丧,蒋军公的一系列变法图形策略 昏昏几下打通了秦国人多尔脉 大秦国事蒸蒸日上 名副兵抢 为以后秦一统天下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讲 商鞅做法自闭